大家好,我是CityBen 今天是我在河流捉了魚的第十天 之前說魚在盆子裡 現在已經滿了魚乾 魚糧餵紅蟲 現在我買了一些魚糧給魚吃 還有蝦乾 但現在暫時沒有餵蝦乾 因為蝦乾是一塊 魚糧很碎 之前說有兩隻魚 一隻是正式的土豪醬 一隻是彩虹的 其實是有三種魚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彩虹色的 背部有些少許黑是很兇的 所以我現在給你看看現在的情況 還有現在我的魚缸 都是有泵和雷水氣 都不用這個了 對不起都是沒有的 上次的泵 我給你看現在的魚缸 放在哪裏 魚缸 我放在這個位置 吃飯桌旁邊 上面有這個紅色仔 現在開了燈 我按一下就關燈 開燈 其實我覺得開燈會比較漂亮 這是魚仔 你看到這條是正式的 就是這條 就是這條 還有這條是彩虹色的 這條是正式的 這條是正式的 就是這樣 然後這條就是 還有這條是第三款魚 我找到那條 第三款魚 所以其實它就是有三款 這條是想要餵紅蟲 但是現在不需要 因為如果這樣放些紅蟲 它會吸光 然後上來這個棉花 這樣它吃不到了 如果想餵東西的話 就在上面開 然後灑魚糧 在這裡 這些是雷水氣 這些是雷水氣 這樣餵 就是這樣 這些石頭都是我自己去旁邊 就是村屋的停車場 我會去沙灘 如果去沙灘 我會順便把沙灘放進去 可以放在這裡 這樣 像大自然 這樣 它們應該會舒服一點 這樣 這裡是第三種魚 兩點橙色 這樣 那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我們在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